我們剛才考慮了函數的極限問題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從函數的圖形裡面去做觀察 那個函數的極限要怎麼去找出來 那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想想看 如果今天函數的極限不存在 到底它圖形可能會發生哪些狀況呢 所以我們剛剛都著重在這個函數到底要怎麼去算極限 那我們現在就回過頭來關心一下函數不存在的問題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如果今天隨便舉一個例子 我們來試著舉一個分段函數好了 好 那這個分段函數呢 我們如果把這個函數的樣子寫出來 所以同學們一定要試著去寫寫看 它有兩段 一段是1 一段是2 好 我這邊把它寫過來好了 免得寫不下 什麼時候會是1呢 在S比1小的時候它會是1 在S比1大的時候它會是2 而且還要包含1的這個點 所以這個是S比1小的時候 然後這是S比1大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分段函數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分段函數呢 我們就考慮一下在這個1附近的行為 好 我們來看這個1附近 到底這個函數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在這個1附近 你觀察 就會發現 這個1附近很奇怪 它斷掉了 而且斷得很誇張 這跟我們之前所看到的情況不太一樣 我們之前是希望能夠去觀察 當S屈近1的時候 在這個極小的範圍內 因為這個函數的高度會靠近誰 結果你發現呢 這個函數呢 如果我從左邊看過來 左邊是這個角度 它的高度趨近於1 對不對 這個函數因為它這邊都是水平嘛 水平都是在1的地方 所以這個高度趨近於1 然後從這個角度看過來 它的高度卻趨近於2 那兩邊從不同的視角來看 它的高度趨近的方向 它的高度趨近的指不一樣 那這種情況我們就說 在S等於1的這個點的極限是不存在的 就是我們如果去考慮這S 趨近於1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去考慮函數的極限 在這種情形下是不存在的喔 所以這是我們就我們的觀察發現 所以為什麼不存在的原因其實很單純 就是因為我們從左右兩邊的視角來看 會發現它的那個高度並不一致 好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它的極限並不存在 所以你這邊是一個例子 那還有什麼樣的例子它的極限不存在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所以我們把它畫在下面 實際上我們可以再看看 還有可能是這樣的例子 好我們現在如果考慮的是 S趨近於 好我們現在考慮好了 這個圖形看起來比較奇怪一點點 好這個圖形它也是兩邊 那這個兩邊呢 有一邊是在小於0的情況 有一邊是在大於0的情況 然後這個圖形它在0的這一點 它是沒有被定義的 好所以要從左右兩邊這樣整個這樣把它插開 它也算是一種分段函數 但是它斷掉的樣子就是跟我們剛剛看到的可能就不太像 好它可能就是像這樣的整個錯開的方法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是我現在考慮的是我現在畫出來這個看起來很奇怪的這個函數圖形 我一樣想要去考慮這個函數在S趨近於0 它的期限會怎麼樣 好假設我想要去考慮這件事情 那也一樣嘛 就是考慮在0附近它所發生的行為 就你會發現在0附近 從左邊來看它往上跑 跑到無窮大 然後往這一個方向來看 它往下跑 跑到負無窮大 這又是一種從左邊來看跟右邊來看的視角完全不能一致的情況 因為你從左邊跟右邊一個往上跑到無窮大 一個往下跑到負無窮大 這個高度根本不可能搭在一起 所以如果去考慮在這個S等於0附近 這個函數的高度怎麼做變化 這個變化震盪實在是非常大 它就是往上跑跟往下跑 完全南遠北側 你能夠找到一個固定的值去說它趨近誰嗎 這件事情我們做不到 好所以很明顯 這個極限它一樣也是不存在 所以在這邊我要帶出一個觀念是說 我們現在去考慮一個函數在趨近某一個點的極限存不存在 我們的看法如果更精準的來講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左右兩邊的視角來看 我如果從左邊的視角看過來的高度跟右邊的視角看過來的高度假設不一致 那這個函數的極限就一定不會存在 因為它沒有辦法同時趨近到一個固定的高度L對不對 而且是唯一的高度L 所以從這個例子跟這個例子我們發現 從左邊的視角 右邊的視角它的極限都不存在 但這個左邊的視角跟右邊的視角叫做什麼呢 所以我們在這一節裡面就是要告訴同學 左邊的視角跟右邊的視角都可以叫做極限 那那種極限我們就特地去定義成 左極限跟右極限兩個不同的角度看的極限 好所以呢這邊我就直接把我們剛才想講的事情 更明確的寫出來 我現在想講的事情就是要告訴大家 第一個你必須要能夠看出 我們有時候這個函數的極限不存在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函數不存在的原因 剛才我們所看到就是它左右視角的高度有一個落差 它的高度並不是一致的 所以這個左右的視角 我們就定義一個確切的名詞 叫做左極限跟右極限 好這是左極限跟右極限 好所以如果我們什麼叫左極限又極限 我再畫一個圖 好這個假設叫做y等於f回時 好那我們現在考慮兩個點 一個點是在這 然後另外一個點在這 好那我們就來看 我們現在呢想要來考慮一下 這個極限在a的地方跟在b的地方能不能算 好我們來考慮一下這件事情 那現在實際上我們第一個先來考慮我們在b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我們一樣從左右視角來觀察 那我們現在再更明確的把這個點 乾脆位置也標一下 譬如說這個位置 叫做c1 這個位置 叫做c2 這個位置 叫做c3 好我們就是乾脆把這三個位置的高度也都標出來 c1 c2 跟c3 好這三個位置 然後我們先來看這個b好了 以這個b來講呢 我們現在如果用左邊的視野跟右邊的視野來看 那你要知道 從右邊的視野來看的 我們就把它叫做右極限 在寫法上就把它寫成什麼正 正就是我們右邊過來的這個方向就寫成什麼正 然後左邊過去的方向叫做左極限 我們就把它寫成是什麼負 好就把它去應到什麼負 這樣的一個寫法 所以如果就我們剛才這個b點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我從右邊的右極限來看 它的值會是c3 對不對 因為從這邊來看的話 它的高度就是b進到c3 那我們現在從左邊來看 它的值也還是c3 所以它左右兩邊只要能夠一致 那我們就說它的極限值會存在 只要它的左右極限存在 而且能夠一致的話 我們就說它這個極限值會存在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判斷出 這個b點的極限值OK 但實際上我們在上面的一節單元裡面 其實就已經告訴同學 我們直接觀察圖形 它確實它的值是等於c3的 直接能夠算 那我們現在如果是從這邊 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a 這個a的情況呢 就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a的情形 我們從這個右邊來看 它b進的值高度是c2 從左邊來看 它b進的值高度是c1 這個c1跟c2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們就寫 因為我們知道 s趨近到a正 這個叫做右極限 從右邊來看趨近過來的值是c2 那但是從左邊看過來的這個值 叫做c1 然後c1顯然不等於c2嘛 所以我可以知道這個極限值就不存在 所以你在同樣的一個函數當中 考慮的點 有時候它的極限會存在 有時候會不存在 要怎麼去觀察 就是從它的那個左右兩邊的視角去看有沒有落差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帶出兩個名詞 一個叫左極限 一個叫右極限 那麼這兩個極限我們也叫做單邊極限 好 因為我們之前所講的那個極限值 就是我們在上一節所看的這個極限值 基本上呢 都是直接去考慮整體的情況 好整體的情況 但是我們這邊是告訴你說 如果要考慮不存在的情形 用更細的方式去看 可以用單邊的極限去觀察 兩邊是否算出來的極限值會一致 所以這個左右極限一不一致 會影響到那個點的極限值存不存在 所以這件事情很有趣喔 就是這邊很明顯 它的左右極限的極限值都存在 但是它本身的極限值卻不存在 好所以在這邊我們可能要把這個單邊極限的關係 跟我們這邊的關係可能要做一個釐清 所以我把它寫成下面幾點 好所以同學們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一個呢 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從左極限跟右極限來看 發現它們的值都相等 而且它會等於一個固定的L值 則這個極限值一定會存在 而且它就是L 那如果用同學們之前從前所學過的充分必要條件來思考 我們現在呢 假設它的極限存在 是不是代表它左右的視野一定要一致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如果兩個單邊極限存在 則它的存在寫相等 一定要等於L 則它這個極限存在 我們可以反過來看 就是如果它這個極限值是L 那也可以去看它兩邊的單邊極限也一定要一樣才行 因為左右視野要相同 所以我們如果更進一步來寫 這個實際上是可以把它寫成充分必要條件 就是上面的事情暗示了下面 然後下面的事情也可以推出上面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一個充分必要條件的形式 這是第一個我們判斷它的極限存不存在 往往就是可以用這樣的條件來寫 這樣的條件來判斷 然後再來 那所以這意思是說 我現在如果觀察出我的單邊極限不存在 那應該說我單邊極限存在但是不相等 那我們實際上就可以知道這個極限值它不會存在 所以你看如果 而且這個C1跟C2不相等 而且這個C1跟C2不相等 則S趨近到A F of S不存在 好這件事情暗示什麼 這件事情暗示我們 左右極限存在不表示 都存在不代表極限存在 都存在不代表極限存在 並沒有表示說它一定會存在 這也是你們稍微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我們回過頭來看 我們剛才最早想要討論單邊極限所畫出的一個圖形 好我再把那個圖形重新畫一次 我把這邊先擦掉 我們剛才有畫一個類似這樣的圖形 好那我現在刻意把這個函數圖形用其他的顏色畫 好我們重新畫好了 反正可以一個一個考慮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這樣的一個圖形 好這也是一個分段函數 它左右兩側就是分開成兩段 然後我們這邊呢當它趨近到0的時候 這個綠色的曲線會趨近到我們的Y軸 好但是不會跟它重疊也不會相交 那這一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當我S從這個方向來看的時候 它會逼近到負無窮大 那一樣它會逼近到我們的Y軸 但是不會相交也不會重疊 OK好那我們把圖形 我們就把它假設成這樣 那這個函數圖形假設我去考慮在這個0附近的一個 0附近的圖形的行為 那你就會發現我從左邊的視角來看 這個值會跑到負無窮大 然後呢我從右邊的視角來看 這個值會跑到正的無窮大 好那反正如果就我們剛才的觀點來講 反正你就要左右這兩邊的這個形式 假設它這邊所看出來的視角不一致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個的函數極限 在0的那一點極限當然不存在 但實際上我這邊要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在算的時候 比較沒有看到這種正負無窮大的情形 那這個正負無窮大實際上代表的也就是 當它趨近到0正跟0負的時候 它的極限值也不是存在的 因為我們講極限值存在必須要是一個固定的L值 就是那個值你必須要能夠知道是誰 但像這兩個形框都跑到正負無窮大去 正負無窮大只是一個概念 那到底這個數是什麼 我們沒有人可以說得出來 因為你只要能夠找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數 那我們一定可以只要再加個1加個2 一定就比我們找的那個數更大 所以這個正負無窮大是一個概念性的概念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明確的數字 所以如果當我這樣寫告訴你說 這一個極限是負無窮大這個極限是負無窮大 不管是負無窮大還是負無窮大的情況 它代表實際上是極限不存在 所以這兩個實際上代表的意義是左右極限都不存在 所以你看到這個其實代表是左右極限都不存在 雖然我好像用一個極限的符號把它寫出來 但實際上這個無窮大跟負窮大是一個概念 所以當我這樣寫代表的是左極限不存在 右極限它也不存在 那反正就我們兩邊的視角不相等的概念 那當然這個極限值就不會存在 所以在剛才的注意事項我要加一個第三點 我要告訴你就是若左右極限 我們現在也可以不要那麼龜毛說 這兩個東西都要不存在 搞不好一個不存在就好 若有左右極限有一則不存在 則極限也不存在 就是我們考慮單純的極限的時候 一定也不存在 OK 所以這邊第三點我帶出的兩個觀念 第一個觀念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發現今天你跑出來的極限 是跑到正負無窮大 好不管是正無窮大或負無窮大 實際上這個無窮大本身的概念 就已經在暗示你這個極限是不存在的 好這個左右極限都不存在 那再來我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左右極限只要有一個不存在就好 不一定要兩個都不存在 只要一個不存在 那你只要一個不存在的話 左右的視也不相等 那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極限 就是原本的這個極限也不會存在 好所以單邊極限的好處是 幫助我們了解一個點 當S趨近到某一個點 這個函數它本身極限的存在性 好只是說同學們可能就稍微了解一下 左極限跟右極限在圖形上怎麼看 那個在直觀上面 同學們如果能夠抓到那個訣竅的話 在計算上面就會快速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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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